这些话你早该问我 为什么你早不问我呢 如果你早问了我 我会大声的斩丁姐姐的告诉你 我要他 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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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话当真 此话当真 自然当真 还有什么会比死亡更悲惨 更可怕 更加人绝望的呢 没有 再也没有了 而你们却只是因为他不在英军潇洒 就以为我会嫌弃他 厌恶他 竟然负责手段 用死亡来欺骗我 为什么都没有人要问我一声 给我一点表达的机会呢 为什么就这样无断地判决了我 你们 你们居然每一个人都把我看得如此浅薄 包括我的亲娘 在内 我 你不是这样的 不是 什么不是 你们偷偷都不相信我 我装不飞 你们不信我 我真是了 你们也是不信我 我都嫁给一到零牌了 你们还是不信我 没有 别看我给折腾的行销骨灰 你们一时三戒七口 还在等着我便捷改嫁 你们就把我小看到这一种程度 没有 没有 没有人小看 也没有人把你看得浅薄了 也没有人把你看得浅薄了 而是 而是咱们每个人都见过齐轩的脸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行 每一件不能称之为灵 当她第一次拆掉脸上伤 照镜子的时候 她那一声凄逼的哀号 每一回我想起来 我都要痛彻肺腹 当时她一头冲到井边就要投井 大伙来七手八脚给拦住了 那份惨痛真不是人受的 我们大家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只求减轻她一点点痛苦 她就在那个时候向大伙提出 以不知身亡来退婚 所以你要知道 这是她的意思 就算有人反对 也实在不忍心啊 我曾经跑去找齐轩企图说服她 我们争论了又争论 可是 她最后摘下了那句 我当时再也说不出半个字 她那一张脸 她还缴着心的 如果在你看过之后 你还不会体会她的心意 你还不能成全她的话 那我就是太残忍了 别愿咱们吧 不说她感到自残行婚 将是咱们身为父母的人 将其比心一番 也实在不忍心这年委屈下架的 这一切的重重 真的是为了你将来的前途着想的 老妹 奶奶知道 你这委屈受大了 不过 你在受煎熬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陪着你 只是你不知情罢了 咱们一面得掩饰得天因无妇 一面得安慰你们两头 一方面 还得千方百计人 设想这 设想那 可真是搞得疲于分离 心里焦脆 难为我这七十高龄的老太婆了 可是为了起身 爱你生于生命 我无论如何也要勉为其难 你就念在奶奶同样是苦过来的份上 念在大家都是用心良苦的份上 你就原谅咱们大伙吧 好不好 你不要再说了 董董董 不要再说了 是我糊涂 是我糊涂 原来她一直就记在眼前 而我居然没能把她认出来 那个面具 那圈瓷 还有那种文雅的彩虫 织内花 眼睛 对了 对了 她的眼睛 我一度都已经认出来了 为什么要退缩 为什么要退缩呢 我真是笨啊 笨啊 这么多事实都放在我眼前 怎么我却一切也看不清楚 我一直去找她 不断的跟她见面 谈话 根本就没有什么隔绝的咱们 只和我这个脑袋缺根筋 你 就猜不到老柯是齐轩 齐轩是老柯了 我都没了没 不 不是你傻 是你太单纯太善良了 因为你根本就相信 齐轩已经死了 所以你从来不猜疑 你被猛逼的 不是眼睛 而是心 如果不是我们今天坦白招人的话 你永远永远不会想到 会有这么多的人联合起来欺骗你 其中 还有你的亲娘 是不是 是不是 因此我浪费了这么许多时间 弄得起身苦 我苦 大家都苦 真是老天有眼 让我不死 而你总算给我逼出了实话来了 以前真相大白 现在有开始就不算迟 那怎么还能什么呢 你要说他就在万里那儿 我这就去跟他相认了 咱们一块去把他接回家吧 怎么 到现在你们还不能信任我吗 在知道真相以前 我决心以此明志 而知道真相以后 我如何重生啊 因为不管他是全的腿 鸟的声音 脸上会是什么样子 会是又有多少伤疤 这些偷偷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还活着 他还活着 我的生命 是细在他的生命上 不是细在他的脸上啊 好 咱们一块去 去把起身接回家吧 我 很快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勒梅 你到这来做什么 别拦我 我都知道了 齐勋他没有死 他要活着 他就在里面呢 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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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让我进去 让我去 二手 齐勋 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娘把真相告诉我 你爹 你娘 大哥大嫂也全部都见识了 你就是齐勋 你就是齐勋 齐勋 不是齐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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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胡乱认人了 我一直说不是 不是 不是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 我已经逃到这个地方了 你还不放过我 子彦 子彦 把他拉出去 把他拉出去 我不出去 你怎么能干我出去的 我是小人子 齐勋 你别过来 你已经上坏他了呀 齐勋 我出去 让我过去 不不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齐勋 齐勋 你要稳住一点 你要勇敢一点 整个事件都被拆穿了 你听见没有 瞧 全家人都来 这是咱们大家一起面对现实的时刻 让我过去 让我抱紧他 他是我的招呼 齐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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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我是你招呼 谁说我是齐勋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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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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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大家配合着你 让我变得毫无毫无 我就是不要承认 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了 我不要面对这一天 我也不能面对这一天 你们为什么这么残忍 就是杀人不见邪 杀人不见邪 杀人不见邪 齐勋 齐勋 杀人不见邪 他没有 杀人不见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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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见邪 杀人不见邪 他已经完成视线了 他没有 我求求你 你不要太刺激他了 他怎么样了 有没有流血 有没有受伤啊 没事 没事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 我不是意思 这就跟你的魂魂相见 我求死一生 终于换来了人间相毁 只是你逃不与生 举不相认 天哪 你们为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 是不是要逼得我落荒而逃 我真的要逃走了 我情愿做丧家之权 我也不要面对这一切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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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我不要 我马上带他走 我马上就带他走了 快把他拉出去 把他拉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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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走吧 他认为你和他都听不进去 你为什么都不帮我 不支持我呢 我听说了 我的生命是迷在他的身边下 我身心在他的脸上 为什么没有人要抱着我 跟他父亲上任呢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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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able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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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不要哭了嘛 小姐 小培 你先出去一下 我想跟乐梅单独谈一谈 乐梅 你必须承认一件事 琴玄心里的病 如果是能够轻易化气的话 我们何至于苦苦隐瞒到今天呢 不是大家不帮你 能帮你的话我们早做了 就客家来说 他们见你不嫌弃儿子 情深义重义如往昔 能得儿妻如你 真是夫妇何求 就客家来说 他们是千万个愿意的想帮你 支持你的 问题是琴玄 她是那么害怕 她那么害怕会毁了你的一生 实际上 琴玄的这种恐惧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吗 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好吗 我一向都是有口难言的 今天好不容易可以敞开来说几句心里话 我希望你能平心静气的听一听 好吗 你说啊 我在听 我可以想象 现在 你满脑子里都是体旋还活着的震撼 这种冲击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你毫不考虑 一无反顾的就说 我要她 你以为她瘸了腿 哑了声 毁了容 都不重要 可是 可是 你应该真正的意识到 这一切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多么的残酷啊 我告诉过你 今天 我曾一度冲动的跑去药铺 要揪了她来见你 我激动的训她 骂她 打她 甚至打掉了她的面具 结果 她在逃出去的时候 撞见了一位太太 吓得人家当场尖叫 见鬼了 见鬼了 我多么心痛啊 我这个做妻子的 竟然不在她身边 如果我在 我会拉住那位太太 对她解释 这不是鬼 这是个脸烧坏了的 不信的人 你说得容易 那是因为你当时不在场 只是事到临头的时候 没有时间给你思想分析 你会被突然发生的状况吓呆掉 而启轩 她会顿感生不如死 这绝不是一句不重要 就那么简单带过去的事 你想想 一个人从一表人才变成了大家都说她是鬼 这剧烈的变化包括了一切 你怎么能说不重要呢 兴兴 你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来渐渐的体会 这一切是什么 可你真的确定 你要去体会吗 若微 现在就只有咱们母女两人 你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讲 在我面前 你大可以抛开仁义道德 抛开从一而终 立你不二夫的观念 丹丹就理智的 诚实的说出你心里真正想的 你要她吗 你确定自己有这个勇气吗 我要她 假如当初你们骗我 而是诚实的告诉我 当我选择的话 我也是这个答案 不过在我心里 也许会有一些胆怯 一些迷惑吧 但是现在的我 是历经了水深火热 历经了尸骨之痛的 我曾经多么狂热地期待着 包吻着一个鬼丈夫 然而鬼是什么 是飘渺无形 是祝福夜出 还是能负于人生 这样一种不实际的空想 却也使得我神魂颠倒 望眼欲穿 为什么呢 就因为启轩不在我的生命里 我是真正承受过失去她的痛 今天才有真相大白以后的那种狂喜又狂悲的冲动 但我没有昏了头 即使我哭 我喊 我叫 然而这是我一辈子当中最清醒的时刻 竟然 我生爱的男人 居然又回到了我的生命里来 虽然带着残缺 可她是活生生的 她还能够爱我 那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任何事情我都有勇气去面对了 娘 我要她 发自我灵魂深处 我要她 真情可贵 莫过一次 怎么了 娘 娘 你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能不来啊 不成不成啊 三老奶奶求你 她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的 那你说到她回家没有呢 我 咱们轮番进去跟她解释的解释 劝说的劝说 可她就像个木头人死的 不动也不吭气 弄得咱们提心吊胆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 让我进去跟她谈谈 你去怕不更糟 我不会像下午那样激动了 我会好好地跟她说 你就让她再试试吧 解灵终续细灵人 对啊 让我再试试 咱们进去看看情形吧 假如她还是那么的激动 执意不敢同我说话 我就马上退出来 好不好 好不好吗 我 怎么又是你 怎么又是你 你先别激动 求求你别激动 你瞧 我就乖乖站在这儿不动了 我不靠近你 你别紧张吧 折腾了一天 你累了 大家也累了 我能一直这样磨下去 对不对 你就好好听我说几句话吧 我很抱歉 下午的时候把你吓坏了 我让你完全措手不及 那么萌朗地闯进来 抓着你就要相认 那实在是因为下午的我 浑身只被四个字燃烧 就是启轩活着 我没有办法控制那种沸腾的感觉 长久以来 我是如何在绝望中挣扎过活的 相信不需要我多说 你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么你应该可以谅解我的冲动 对不对 不过你放心 现在的我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 哪怕此刻我这样望着你 心里有多么渴望 能够投入你的怀中 紧紧地拥抱着你 把我的悲喜 我的眼泪 通通揉碎在你的怀中 然而 我知道你无法接受 你会疯狂地抗拒 因为眼前的一切 根本不是出于你的资源 你是在毫无选择的余地下 被强迫地面对我 所以我调整自己 去面对一个事实 你不是从前的你 而是一个外表有伤 内心也有伤的起身 我将从头来爱这个你 把我满腔满怀的热气 化成绝绝细流 一点一滴地来灌溉你的心铁 直到有一天 你终于肯自己走出来 对我张开你的双背 在这一天来龙之气 我绝不会勉强你任务 也就不会勉强你摘下面具 因为它让你感到安全 它就等于是你的脸 那么 今后我就爱着 这张戴面具的脸 我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让你安心了呢 如果是的话 就请你回家吧 苍苍朵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是吗 火气 结局 你 回去吧 回去吧 缺钱 回去吧 你 少爷 回家吧 老刘 老刘 老刘啊 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啊 二少爷回来了 是吗 是啊 二少奶奶真的把二少爷去接回来了 真的 走走走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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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欢迎你回来啊 是啊 是啊 欢迎你回来 老刘啊 徐嬷 快去整理洛远靴呢 是是是 我也去 大伙一块去帮忙去 快点 要不要先到我那儿去歇着 或者 你不如就搬到我那儿去吧 这 这说的也是啊 我怎么这么糊涂呢 竟然叫他们去整理洛月轩 我这 糊涂啊 你真是糊涂啊 齐轩 齐轩 我实在没有力气跟你们争辩了 你要我回来住 就让我住洛月轩吧 齐轩 齐轩 现在城市了也要等上一段时候 你不是我那儿 那么去卧云斋 梦仙居 对啊 对啊 就去那儿啊 不 我就在洛月轩等 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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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他已经回来了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叫人高兴呢 我很知足 咱们不急 慢慢来 二少奶奶 我来吧 不用 我要亲手劈了他 小姐 好了没有啊 火着了耶 来了来了 来了 小姐 小姐 三年好了 快拜一拜吧 存在于洛月轩的鬼魂 请你们听我衷心的恳求 今天我郑重的 把我丈夫的牌位在此烧毁 希望就此烧掉了所有的忌讳 还不吉利 倘若你们真有力 最当你们还用心之苦 用情之深 我会他犯弃 请保他平平安安 长长久久 不愿意 咱们把你吵醒了 是不是 真对不起 我必须来这儿烧毁你的假牌位 并且祭拜一番 就算是 算是招告鬼神吧 你也知道 关于洛月轩的故事 可不是杜撰的 这样上个香 我也安心一些 你睡得好吗 肚子肯定饿了吧 食物都在灶上热枕 我让他们去给你准备 小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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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咱们应该谈谈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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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分手牌位是很傻气的 那么做假牌位来骗我 不也很傻气 不先叫你特地死心 日后如何劝你改嫁他人 结果我死心了吗 结果我改嫁他人了吗 对 也许我错了 也许我是走了一条 适得其反的路子 我何必大费周章 用尽九牛二虎之力 干脆当着你的面前 一把扯掉面具 那还快一些 那么你扯下面具吧 你是我 考验我 看看我会不会尖叫晕倒 还是落荒而逃 不 你应该盯着我的眼睛 人的眼睛最真实 就像你用面具 遮住了脸孔 可你的眼神 一度让我认出了你 所以眼睛最藏不住感情 它骗不了人的 你就牢牢盯住我的眼睛吧 看我眼里的那份坚定 会不会消失得无影无纵 你是啊 是啊 天哪 只我如你 难道偏偏就不懂我的苦心吗 死亡 是我留给你最完美的一统结束啊 其实我没有骗你 齐轩是真的死了 现在坐在你面前的 既没有齐轩的皮下 也没有齐轩那颗年轻又热烈的心 你知道吗 我一点也不需要去扮演老客 因为我的心境根本就是那么苍老 那么木气沉沉 这样的一个人 是什么也给不起给不动啊 放弃吧 你不可能在我身上找到齐轩的影子 为什么不看破了 让这一切好好的结束 另外去开始呢 因为这些并不是你的真心 这些话 你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 你让自己的思想 行为 心态 都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样才能够支持自己 说服自己来拒绝我 推开我 你不能是齐轩 一旦是的话 你就无法抗拒我 不要我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放弃吧 你很努力地骗了自己 可你再也骗不了我 我先前做了一个最傻的人 但现在我要做一个最聪明的人 我已经把你看穿 比你看自己还要清楚 你可以再累出一百种 起轩所失去的东西 那也丝毫动摇不了我 因为我知道最重要的一样 藏在你心里 就是齐轩的爱 我不要再听 我不要再听了 我坚持无法与你沟通的 不管是从外到地 还是从里到外 我都不是齐轩的 你究竟要我说多少遍 一片痴心 二地相望 下笔三四字 泪以五六号 但求其心 却侨慧 八方声明 赴冤阳 九泉地下 石徘徊 奈何桥上恨真诚 常伴者 愁天旅 万般无奈把心伤 愿你再否认千万遍 也抵不过这一切 真情流露词 无法是 总有一天 我要找到那把 打开你心门的钥匙 释放齐轩的爱 让你敢于要我 坦然做我真正的丈夫 好 好 算你失 算你赢了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饶了我 难道你不明白 现在离我而去 不是一种绝情 而是对我的一种慈悲 我要尝试 跟我这种人一起生活 不要接受残酷的考验 不要 不要把我心里唯一保佑的 你弄得像我的外表一样 面目全非毫不 齐轩 齐轩 免 분�算 client 团队 被子 翻译 翻译 好